印度作为世界大国之一 其在科技航天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 但对比处于世界顶端的美国来说 印度在高端制造领域 同美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但近日美国计划花10年 耗费15亿美元做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却表示 这应该向印度学习 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 于2012年就已经退役的美国企业号航母 其拆解工作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但当完成8个核反应堆的核燃料卸载工作 美国就已经耗费了8亿美元 花到了4年的时间 由此也可以看出航母拆解工作的难度 而让美国更加烦恼的是 已经服役了43年的米米兹号航母 也将在数年后退役并开始拆解工作 这无疑将令美国陷入更大的苦恼当中 当时就有人表示 美国在航母拆解方面 真应该向印度好好学习 作为二战后 亚洲最早拥有航母的国家 印度1957年就从英国那 接手了大力神号航母 并将其改名为维克兰特号 也就是目前印度再见的那艘航母的前身 当这艘航母退役后 印度的巴甲捷汽车公司 却用一种新的方式 让印度这一艘航母焕发了新生 同时也让巴甲捷汽车公司大赚了一笔 巴甲捷公司当时称 为了不让历史慢慢被人遗忘 所以我们拿了维克兰特号航母的金属 将它融化 赋予它新的面貌 最终这艘辉煌的航母 以150cc排量摩托车的形式 获得了新生 在一个摩托车年销量过千万的国家 估计再给他们一艘航母 他们也能拆解 重新制造摩托车并消化掉 因此网络上有人表示 大航母印度不一定行 但是在拆航母这方面 印度确实称得上第一 美国拆解企业后 预计花费的时间和资金 几乎足够再见到一艘新的航母出来了 对于在高端制造领域 距离前列的美国来说 拆航母真的有这么难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此前美国花千年时间 拆解深虎号航母 就让民众对其突延症相当不满 谁能想到 企业号却刷新了突延症的记录 美国问责办公室也在其报告中 向美国防部长建议 警方应该尽快确认 企业号航母拆解工作的前段成本 并建立其明确的问责机制 多数企业加快拆解进程 据了解甚至有外国军事专家建议 如果美国愿意将报废的航母出售 中国或许会出高价去购买 只要在美国的参与监督下进行拆解 就不会造成核心技术泄露 可以省一大笔拆解费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近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 一号售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A了解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